咱们今天得好好聊聊美国最近发生的事儿啊 这几天可以说是一天一个反转 确实让我感觉有点贱卫国子套翻车 乱了套的感觉了 废话不多说 赶快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磊哥 咱们直接书接上回 话说川建国的竞选 机会上遭遇刺客是大难不死 支持率大涨 严筹所有人都看出来老灯子输定了 这时候老这一笔拜登突然他就硬了 他在7月16号接受采访时直接放狠话 说除非我让火车给撞了 否则我绝对不退选 但是在第二天7月17号 拜登在发表讲话时突然他又软了 他说如果医生发现我有重要的健康问题 那我就有可能会退出竞选活动 当然医生得说我有病 年龄不是问题啊 我的年龄是经验的积累 年龄越大经验越丰富 那意思说我不是老糊涂啊 我还能当总统 而且我特别老特别有经验 但是如果医生说我得大病了 那我可能退选 结果一天之后不到24小时啊 新闻出来了 拜登阳了 得美惯了 要知道老灯这都已经是三阳开态了 你说就这么巧 前一天提到有病 第二天他就养了 然后奥巴马也出来劝拜登退选 而且明确的说拜登胜利的可能性大大的减弱了 然后同一天美国媒体就出来放话说 拜登的家人也在劝拜登退选 当然很快就被美国白宫辟谣了 另外还是同一天 川普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通长达90分钟的演讲 当时川普是顶着上帝的神迹 大难不死一指尔 所以这90分钟演讲喷出了水平 喷出了境界 在老马嘎那直接奉神 支持率嗷嗷高 拜登当天马上出来回应这场演讲说 你川建国你是要把美国带入黑暗 我一定要上一个老战士一样 那个战斗到底啊 我绝对不退选 然后就在两天后的7月21号 拜登突然宣布退出竞选 哎呦 这几天真的是跌宕起伏 一会儿一个变 每天早晨一醒来打开手机就是一个大新闻 据说拜登是在20号的晚上召集两名 最亲近的幕僚 草拟了退选生命 然后21号早晨才通知了白宫官员 竞选团队和副总统 哈哈哈哈离四 从这就能看出来 拜登退选非常的突然 本来老灯子是坚决不愿意退选的 因为主要是害怕拜登家族 在未来的四年会像特朗普家族一样 成为司法行政整肃报复的对象 他们极度的害怕川普这四年遇到的事 在拜登身上再演一遍 但是对于民主党来说 除了大选以外 美国参众两院改选的情况都对民主党非常不利 民主党已经无法过半了 如果董王回到白宫 万死继任参议院院长 那整个参议院一定是共和党的 而众议院这边 民主党觉得还能小抢救一下 这也是民主党公开呼吁让老灯退选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民主党顺便也被自我搭连了 因为过去的几年 他们内部在维护拜登形象的时候 说过很多反制的言论 比如佩洛西说过 拜登对我来说还是个孩子 好家伙 这话谁听了不觉得闹心 佩洛西就比拜登大个一两岁 你们这里面的事我不敢细想 结果佩洛西这次是被刺拜登最狠的人 他也是最早提出拜登应该退选的人 而且从民主党其他大佬的表态来看 都在强力的给拜登施压逼他退选 从克林顿到奥巴马 另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眼 拜登的大金主都撤了 代表好莱坞的乔治克鲁尼跑了 迪士尼也跑了 华尔街也撤了 就连扎克伯格都开始放话跪舔川普了 民主党内的态度非常明确 要换下老灯 不换不行 现在民主党这一堆一块 他根本就打不赢川普 另一方面 民主党的喉舌马上开始为哈里斯 顶替拜登做铺垫 大篇幅介绍哈里斯的政治主张 之后就是拜登宣布退选 并且支持哈哈哈里斯参选 哈里斯其实是民主党各个派系 博弈后大家都能接受的结果 哈里斯有个天然的优势 就是可以直接使用之前捐给拜登的竞选资金 虽然不剩几块钱了 就在哈里斯宣布参选之后的24小时 民主党的金主马上重新开始捐款 24小时直接给哈里斯 筹集了8100万美元 拜登虽然心有不甘 但是没有办法呀 哎呜 另外 辩论似乎就是一场陷阱 以便民主党能够及时强行罢免老登 并推出新的候选人 另外提一嘴啊 宪法25修正案是2020年 佩洛西推出的一项立法 主要作用是罢免总统的 本来当时佩洛西是为川普准备的 但是没想到今天拿来威胁老登子了 时代杂志在总统候选人辩论后 给老登做了个离开的封面 这次直接又做了一个哈里斯走进来的封面 这意思你还不懂吗 老登啊 是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 第一个在任总统放弃竞选的 这是美国历史上绝无今有的事情啊 从7月13号川普大难不死之后到今天 美国政坛是一天一个转折 老登从愁出满志到黯然退场 你还敢说尤萨国没有deep state吗 现在哈哈哈里斯已经成了民主党的希望了 要知道在川普变成一只耳的当天啊 川普跟拜登的民调拉开了55% 而哈里斯的支持度本来就比拜登还低 结果民主党这边决定就哈里斯上了 马上各种文宣形象包装都给你拉满了 而民调方面更是硬生生的给做到领先川普2% 你又说美国这民调能信吗 跟台湾民调一个德行了 我估计谁都没想到民主党让哈里斯参选 只能说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差 哈里斯啊64年生人 今年也60了 父亲来自于亚买家 母亲来自于印度 哈里斯走上政坛的道路 可以说就是个裙带关系的事 哈里斯在29岁的时候 遇到了当时加州政坛的二号人物 威利布朗 当时布朗是加州议会的议长 位高权重 但是当时他都60多岁了 哈里斯直接就贴上去了 给人家当小三 就这样一举打入加州政治核心圈子 后来布朗当上了旧金山市长 哈里斯直接就进入了旧金山检察官系统 正式走向仕途 接下来就是火箭般的升迁 很快就成了旧金山的总检察官 当时啊 布朗年纪也大了 哈里斯借着出席加州名流宴会的机会 又棒上了好莱坞名流知名主持人蒙特尔 2013年 哈里斯又和好莱坞知名的律师 艾姆霍夫闪婚 你别看爱笑大姐平时哈哈哈哈 人家可是政坛著名缴机化 就连奥巴马都在2013年公开称赞 哈里斯是全美国最漂亮的检察长 当时奥巴马到加州视察 哈里斯直接就贴上去了 把加州州长纽森甩在后面 纽森当时显着十分的尴尬 所以你别小瞧人家哈哈哈哈 人家可是哦 两把耍 据说他当副总统就是奥巴马力推的 你想啊 哈里斯以前是批评拜登很多的人之一 自身民调还特别差 而且加州出身啊 他也不是摇摆州 对大选没帮助 他能上完全就是奥巴马的功劳 现在啊 民主党力推哈里斯原因非常简单 小三上位的他毫无根基 随意拿捏 是完美的提线木偶 哈里斯自己的势力 主要来自于好莱坞 毕竟他在加州 当了这么多年的检察长 他的劳共是转门打明星 灌死 指名律师 妥妥的狼狈 不不 是妥妥的强强联合呀 好莱坞那边一听哈里斯参选 马上咔咔打钱 民主党这波反击 确实是吓唬住了一些大佬 比如前几天连夜秀红旗的扎克伯格 本来在川普一只耳事件之后 小扎接受采访时都说了 啊 川普太他妈爷们了 那个场面太震撼了 结果民主党这边一开始反击 小扎马上又硬起来了 而马斯克那边本来每个月 说要给川普四千五百万政治现金的 也马上改口了 说不会去支持一个邪教网红 哈里斯现在很明显得到了民主党内的全力支持 所有的配置直接给你拉瞒 虽然哈哈不聪明 但是他背后有高人的 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基本盘是什么 比如内塔尼老胡这几天来美国 哈里斯就借故不参加 稳固自己的基本盘 另外还有一种阴谋论 说民主党做两手准备 全力支持哈里斯是一部分 另一部分是如果震得赢不了川普 那就找个机会把老凳子给咔嚓了 然后哈里斯作为第一顺位 直接上王座 然后利用最后这几个月 把利于民主党的法案都给他加速闯关通过了 所以老凳子三阳开态消失三天的时候 外面是各种梗图各种阴谋论 都说老凳子大概其是嘎蹦撞蛋了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民主党这边全力反击了 共和党妈嘎那边也是势在必得 这几个月肯定是大战异常 两边都会小心 同时也会下狠手 川普团队今天就说了 暂停一切事外大规模活动 保住建国的老命 严丑现在油萨锅乱了套了 他们的妻子都坐不住了 乌克兰的外长扭头就到北京 跟中国谈大事来了 老嫂子柳特基 哥布林肯严丑大事已去 面对美国是否还会继续支持乌克兰 他说美国存在失言的可能性 但是还有其他西方国家可以援助 老大都跑了 小弟还能傻呵呵的往上冲吗 对了 就在美国大乱这个街骨眼 昨天在中国的斡旋下 巴勒斯坦各派在北京签署了北京宣言 彻底结束分裂拥抱团结 我看呢 趁着美国最后这几个月大选内乱期间 直接把台湾给拿回来得了 现在这届美国大选变数太多了 刺客都用上了 后面会发生什么 谁都不好说呀 咱们就继续吃瓜看他们的乐子吧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聊这 感谢各位说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